那包含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大陆的部分也说 解放军是不会轻举妄动 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台湾就好像 要这样吐一下吐一下 不断地挑衅 那现在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假设设想说 解放军攻台要先夺岛 东沙岛 有国军这样就说了 国防部对东沙岛守备 已经根据了这个区域环境的威胁 制定了未将作战计划因应 那解放军如果想夺岛的话 是不是就是会在这个东沙岛部分遇事 距离最靠近吗 董哥 其实因为各种讲法都有 那我觉得说 因为我们现在民进党政府 他也在塑造一个这样的氛围 配合美国动作 那这东西会不会存在呢 当然我们要有备战的决心 可是这些东西会不会存在 老实讲我觉得不存在 那民进党政府 等于说他把这些东西 把它搬出来 其实要增加的就是亡国感 就是亡国感 那这样对他整个 挣钱现在的保卫 他是有利的 因为你只要不附和他的 你就跟中共在唱和 对不对 就好像国兵党现在 他里面有两项公投 然后两项是人民团体办的 现在就第一天就被苏贞昌 做了这个助记 就是你跟中共在唱和 你这内部的敌人 你们都是同路人 都是同路人 他第一天就定调了 苏贞昌就这样 那苏贞昌动不动就呛别人 在立法院 你立委问他 他就用这个去呛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民党现在很纤细 很爱发 因为他的挣钱可能不保 所以所有的斗岛 斗岛当然有可能 有更好 更好斗的岛好几个 其实东沙岛 东沙岛对不对 旁边还有几个岛更小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假设性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抖岛最好抖的地方是哪里 钓鱼台 钓鱼台是不是中国人的钓鱼台 是啊 那让他抖就抖 然后钓鱼台 看美国怎么怎么处理 对不对 美国当年在钓鱼台协助日本 硬从中华民国身上把它分割出去 现在如果共军的弟兄们 把钓鱼台抖下来 看怎么打 这个是比东沙岛更好的筹码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其实所有我们现在这些假设的问题 对民进党来讲 他的想法只有一个 要怎么去操作亡国感 好 让大家有危机意识 有危机意识 然后其实你看 民进党知道这东西非常好用 譬如说我们台湾 从去年一月 我们就开始中央疫情中心成立 到现在十月底 这么久的日子里面 民进党因为借着中央疫情中心 这个仿佛就有紧急命令的权利 紧急命令是只有总统才有的权利 那他仿佛就有 他告诉你 你今天可以戴口罩 你明天唱KTV可以不戴口罩 随便全部他讲 那你只要不按照陈时中的讲法 警察就抓你 全民就剪辑你 其实对他来讲 力量掌握在手上 然后他要什么钱就有钱 没有人敢反对 因为我防疫最大 那还有比防疫更大是什么 战争 对不对 如果有战争的状态 那总统的权力就更大 到时候他讲什么 你没有造作 那你就是亲中卖台 你就是舔共 就这样嘛 所以在台湾只有他们可以讲 你看前两天有个判决 骂陈时中田美卖台 关三天 机翼三天 骂陈柏维 国民党的桃园司议员骂陈柏维 骂陈柏维说 你是共干 因为你过去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不是做生意 就是在那家公司 然后他用这样的言理去骂他的时候 结果詹江春是怎么样 被判八十天 因为他骂他你是舔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民进党现在又多了一项 功绩是什么 司法 司法对民党非常有利 媒体对他又非常有利 网络他又一起掌握 然后文化呢 文化你现在看所有的戏剧电影 都是告诉你要怎么去抗中 对不对 所有的史实都被改编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民进党 他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步伐跟节奏 他在把整个台湾岛 把他塑成一个这样的形状的话 对他的执政是很有利 那现在四大公投案 兵临沉下 他拿出来要来试一试 这个方式有没有效 他觉得是有效 那我们看人民的智慧 是不是四个都同意 我们有骨气 给民进党一点颜色看看 我们下来试一试